《香港公共圖書館》 大家好 歡迎各位來臨香港中央圖書館 參加由香港公共圖書館 以及為逆信分著文物信託 合作舉辦的文物講座2023 講座題目為 《現代主義與香港街市建築》 今次的講座將會以早年 公務司處負責設計和興建的公眾街市為例子 和大家一起探討香港公共建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由西方的古典風格 逐漸邁向現代化的發展過程 讓大家重新認識街市的歷史文化功能 發掘到當中盛在的城市記憶 我們今天很榮幸可以邀請到 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徐仲文教授 擔任我們今天的講者 徐教授主講完畢之後 我們會有一個問答的環節 街市徐教授會解答現場觀眾的問題 事不宜遲 我們一起歡迎徐教授 今次我的講座 其實圍繞著香港的街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一些變遷 街市其實是一種很有趣的公共建築 也可能是我們這些普羅大眾 很日常會接觸到的公共建築的類型 我發覺街市其實是很有趣的 因為如果我們用街市這個名字 就是我們香港人經常說的街市 其實如果用字面去看 街市就應該是街上的市場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名稱呢? 就是因為我們華人 其實華人社會一直 我們都是在街上的市集那裡 去買菜的 我們的食物的交易 很多時候其實都是在街頭上進行的 這個是直至到英國人 在1841年來到香港之後 他就開始去改變這個情況 就在1842年 英國人就建立了第一個政府的街市 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中環街市 就開始去興建一些有蓋 又或者是室內的街市的市場 讓食物的交易 在一個有控制的環境裡面去進行 無論對食物的價格 和食物的安全 都會有更好的一個政府控制 但是很有趣的就是 即使英國人來到之後 開始去興建有蓋 或者室內的食物的市場 政府或者我們普羅大眾 仍然都是用回街市這個名稱 即使今天我們建一些多層的大廈 作為這個市場 我們仍然是用街市這個名稱 這件事是很有趣的 但是今天在我們看香港街市的建築之前 我想簡單跟大家說一說 究竟什麼是現代主義 因為今天我們主要是集中想說 一戰之後的街市 如何受到現代主義的建築設計 這個思潮的影響 其實現代主義就是在歐洲這個社會 在西方社會 大約在18世紀開始興起 如果我們看回西方的建築 或者一些古典建築 其實它經歷了幾千年 一直慢慢的轉變 由我們看到古希臘 古希臘時代的建築 是公元前五世紀開始 去到我這張圖裡面 最後樂可可的建築是公元後18世紀 其實它都經歷過很多不同的過程 如果大家對建築史或者藝術史有興趣 可能都會認識這些不同的建築 或者美術的一些時期的風格 但是即使它經歷了這麼多年 幾千年的一個慢慢的演變的過程 它其實來來去去都是有一些統一的特徵 這些特徵是什麼呢? 譬如它很重視建築設計的比例 在美學上的比例 又或者很強調一個對稱性的 很多建築物我們都會看到 其實它基本上是一個對稱 左右相同的建築形式 無論在它的立面 即是它的外牆的設計 或者平面的佈局 很多時候都會是對稱的 還有很多時候 它都會有一個很突出的中央的部分 就是說你很清楚知道 這座大廈的中間 尤其是它通常都是一個正門的位置 在哪裡 而在它的規劃上 西方的建築的規劃 古典建築的規劃 很多時候都會受到一些幾何的關係 去影響的 譬如這個其實是一個私人的大宅 但是你會看到它的平面圖 建築師希望做到一個方形 中間的圓形 用這些幾何去幫助它規劃 你就會想 如果我家裡有一個圓形的大廳 其實不是真的很實用 他們不是很強調實用性 反而是想跟一些幾何的規矩 又或者去到後期 你會看到很多時候天花、平面的設計 會越來越複雜 這些都是西方建築的一些特徵 另外西方建築傳統以來 一直流傳下來 它有一些常用的建築構建 譬如由古希臘時代 已經開始採用的一些西方的柱式 羅馬時代的一些 創造出來的拱門 又或者是歌德時代的一些拱頂 這些都是常用的一些建築物的構建 很多時候我們去歐洲旅行 可以看到這些地方 我們都知道這是西式古典的建築 特別是他們很強調裝飾性的 一座建築物越有地位 你會看到建築物上越多這些裝飾 這些都是西方建築的一些 我簡略說的一些特色 當英國人來到1841年 來到香港之後 其實政府也建了很多西式建築物 例如今天我們保育了的大館 拆了的大會堂 以前的中央書院 或者現在還在這裡的平山警署 又拆了的政府總局 或者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前最高法院 在英國人來到之後 這麼多年 政府是建了很多西方建築特色的公共建築 而政府負責起建築物的部門 最初就叫做糧地官署 後來在1892年 糧地官署就正式改名做公務司署 這是政府負責所有地政、建築、工程的部門 主要都是由這個部門負責起這些公共建築 你會看到從1841年英國人來到 甚至1910年代 其實政府的公務司署 都是建了這些英式或西式的建築物 這個情況在歐洲或香港 在什麼時候會有改變呢? 在西方開始慢慢發展出現代主義 其實就受到兩件很重要的事件的影響 第一就是17至18世紀的啟蒙運動 啟蒙運動令到歐洲很多的人 特別是有些學識的人 他們是追求科學和理性 他們開始挑戰究竟教廷和皇室的權力在哪裡? 為什麼我們要聽教廷和皇室的話呢? 這種對理性和科學的追求 令他們挑戰一些傳統的權威 而這些傳統的權威 很多時候跟一些西式古典的建築有關係 因為皇室、教廷 這些很多時候都會是西式傳統建築的 給錢給這些人 特別是當人開始挑戰這些權威的時候 他們對於一些西式建築的浮誇的設計 很不滿 因為這是代表著這些權力 代表著他們的富有 代表著一些皇室、教廷的富有 他們不再很欣賞這些 以前我們覺得很漂亮、充滿著裝飾物的建築物 他們會覺得這些是等同於一個權力的象徵 或者一個有錢人的象徵 他們會開始對這些很浮誇的建築物 開始厭惑 第二件很重要的就是工業革命 在18和19世紀的推行 令到科技技術有很大幅度的改良 或者提升 技術改良不單是科學的改良 技術改良其實同時會影響到藝術的創作 好像以前一些畫家畫畫 可能我們就會覺得 如果我畫得越來越像真、越來越像真 真得像真人一樣 我就越來越厲害了 我就最厲害了 但是這樣的做法 在發明了攝影技術之後 就變得好像不太重要了 無論你畫得怎樣漂亮、怎樣像也好 都像不過我拍照 於是這件事 一個新的技術的發生 在科技的進步 其實是影響了我們對傳統藝術的做法 所以傳統藝術開始慢慢受到科技 或者一個思潮 對科技、對科學、對理性的思潮有所影響 所以在工業革命之後 我們慢慢也看到藝術也同樣出現了很多的改變 譬如從以前我們追求好像真的畫作 變成我們只是追求一種感覺 一個印象派的畫風 更甚至之後抽象畫 越來越成為一個很流行的創作 抽象畫的分別就是 我都不再追求畫出來的東西是否一個似真的東西 反而我將一些畫作 將它簡化或者簡縮成為 只是一些線條 一些平面 一些平面 一些點線面 作為一個畫作的元素 這個情況 因應著我們對世界的看法不同了 我們對技術的運用不同了的時候 不單是對藝術創作有一個這樣的改變 對建築創作也有很大的影響 在二十世紀初 其實建築創作 受到這樣的思潮的時候 亦都開始尋求一個新的建築形式 跟以前傳統我們西方看到的古典建築 是很不同的 在這段時期 其實是一個百花齊放的階段 很多不同的建築師 其實都作了一些不同的嘗試 希望尋求在一個現代的社會 如何維持一個好的 或者適合現代社會的建築設計 你會看到當時的技術 已經可以發展到 我們其實可以建成二十層樓這麼高的大廈 我們亦都可以追求一些不同的 建築表現的方法 在歐洲或者在美國 不同地區的建築師 其實他們都在嘗試一些不同的方法 但是這些百花齊放的情況 不同地區不同的建築師 嘗試一個新的建築設計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 那個共通點就是 他們似乎都是很排除 或者厭惡以前那種過量的裝飾 例如奧地利的建築師 奧多勒斯 在1910年 他曾經發表了一個公開的演講 他的演講的題目 就叫做《裝飾與罪惡》 他就在文章發表的演詞中說 文化的進步 就是在我們日常的用品中去除裝飾 而他自己也嘗試表現這個想法 就是說我們現在文化越來越進步 我們就應該將那些裝飾去除 他自己造出來的建築物 你會看到跟以前我們看到的西式的古典形式 當然是一個很大的分別 而且也去除了我們一貫所說的 看到很多的裝飾物的造法 除了這位建築師之外 其實歐洲有很多的建築師 他們都有同樣的覺醒 他們都會覺得現在我們是一個現代的社會 或者我們香港人很喜歡說我們是一個摩登的社會 我們怎樣去做一個摩登的建築物 去適合這個摩登的時代呢 當時歐洲有一群建築師 他們就聚在一起 就成立了一個叫做國際現代建築協會 這個協會其實就好像一個大型的會議一樣 每年或者每隔一兩年 他們就會在一個地方聚在一起 大家開一個大會去談 究竟怎樣為之一個適合我們現代社會的建築設計 有好幾個國際現代建築協會的成員 他們有很強烈的意見 譬如有一個建築師 Nacabuse 科比爾 他是國際現代建築協會的一個主力的成員 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初期 他就已經提倡了 他就說大戰的爆發 會令到我們對房屋的需求很大 因為大戰是會摧毀很多的房屋 大戰一完之後 其實我們就立刻要重建 而他就提倡了 如果我們要重建歐洲的話 我們應該採用運營土作為最主要的建築材料 運營土就是我們香港人經常說的碩士 他就提倡了 其實碩士是一個很便宜 很容易做 而且可以很快去建築的一個物料 他就提倡了 在現代社會 我們看著大戰快要爆發的時候 他就提倡了我們應該多採用運營土作為一個建築材料 而他在大戰的初期 1914年 他就設計了我們一個叫Domino House的一個建築模型 他就是想像 如果我們要大量快速的建築房子 建一些住屋給別人 這個其實可以是一個模型 這個模型其實是很簡單的 我們今天看的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說我們有一些石 就是用一些運營土做一些樓板 運營土的柱 運營土的樓梯 這樣就可以建了一間屋子了 我們用運營土柱 你會看到他把運營土柱 是縮入在樓板的旁邊 是縮入少許的 為什麼他要把柱 在樓板的邊皮 移入少許呢 就是因為如果我們移入少許的時候 我們的外場 就怎樣設計都可以了 我們開幾大的窗都沒有限制了 就是不會被那條柱 的位置限制了我們開窗 這個就成為一個很靈活的設計 簡而言之就是他認為呢 戰後重建是很重要的 很急需 也要很快 很便宜 這樣做到這件事 那麼他就提議運營土 他預言運營土會是一件很重要的一個建築材料 而他自己呢 在二戰之後呢 其實他都不斷採用運營土去做很多的建築的設計 特別在二戰之後 其實他就強調呢 提倡做多建這些多層的集合住宅 就是一間很大的大廈裡面 分為很多的單位 今天我們看就覺得這些好像很普通 但是你當你想像是當時的歐洲 大部分人呢 主要是住單棟的樓房 他們是單棟屋的 很多人都是住一個單棟屋的時候 其實他這些的想法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另一個呢 國際現代建築協會的成員呢 就是格羅佩斯 Water Groupius 就是一個德國的建築師 那麼他也是一間很出名的設計學校 包口師設計學校的創校校長 例如他建立這個校舍的時候 校舍其實他包括不同的功能的一些部分 譬如他有一些workshop 有一些演講廳 有一些宿舍 有一些老師的辦公室 這些不同的功能 其實他獨立自己就有一座的建築物 然後他就把它連在一起 這個就完全是根據他的功能性 去規劃這個校園 以致他出來的建築物 你會覺得他是很簡單 很方方正正 但是也都沒有再受到以前 即是經常強調的對稱 中心感去規範 反而是他會採取一個不對稱的設計 但是他的設計其實很經常都很強調 一個秩序 即是一個很理性的秩序 譬如他設計一個建築物的立面的時候 譬如這個是學生的宿舍 你會看到他的窗 他的露台的排列 都是很方方正正的 很整齊 很整齊 強調一個好像很有理性 很有秩序的一個排列的方法 這些就是歐洲方面 在兩次大戰前後 所出現的一些思潮 即是他們對整個世界 對藝術的創作 對建築創作 他們都跟以前我們古典的設計 有一個很大的突破 這件事慢慢就令到香港 都似乎都受到同樣的一些影響 在英國人來到香港之後 其實他開始由第一個街市 即是我們現在所說的中環街市之後 英國人就不斷在不同的地方 建很多的街市 在人口集中的地方 他都會建建街市 而這些街市 通常都採取幾個不同的設計的模式 第一種街市 我們看到的 我會叫它做開放式的街市 就是說這個街市 其實它沒有外牆的 它只是有一個屋頂 有一個屋頂 還有一些柱子 支撐住這個屋頂 它的模樣就好像一個艇一樣 好像一個艇一樣 就是有一些柱子 支撐住一個大的屋頂 而裡面的檔位 這些桌子就放在裡面了 例如這個石塘咀街市 它就是在山道那裡的 你會看到 街市其實它有一個牙頂 有一些其實你會看到 是一些西式風格的柱 和橫樑的設計在這裡 由於它沒有外牆 所以大部分的人 其實就在外面直接進去 直接向那些檔位買東西的 另一個例子就是西灣河街市 一個很大的街市 就是有一個很大的屋頂 有一些專注去支撐住這些屋頂 這個西灣河街市的位置 其實就是現在的西灣河市政大廈 你會看到旁邊這陣子的屋 就是以前的太古的宿舍 太古的員工宿舍 也是今天的泰安樓的位置 這個是一個很普遍的建築的類型 街市的類型 就是一種開放式 沒有外牆圍著的街市 另一種很普遍的街市的類型 就是一個單層的街市 但是有外牆 就像一家屋一樣 好像一家屋一樣 最顯著的例子就是灣仔街市 灣仔街市 在現在的灣仔街市 其實一直是對面的 原本的位置就是現在的灣仔街市的對面 是一座西式建築風格的建築物 第三種的街市的類型 就是一些多層的街市 而多層街市 其實是去到1890年代打後才出現的 而以一個西式的古典建築風格 去建築的這些多層街市 其實就只有四座 包括是重建了的中環街市 1895年 是第三次重建了 第三代的中環街市 北邊上環街市 北邊上環街市 就是今天我們保育了的西港城 西港城 尖沙咀街市 它就拆了了 它的位置就是現在的北京道一號 那個位置 而最後這個就是南邊上環街市 也拆了了 就是現在的上環市政大廈的那個位置 那你見到其實這四座的多層的街市 雖然有些照片是黑白的 有些是彩色的 但是其實它的設計 有一點點類似的 它也是受到當時英國 愛德華時期建築的影響的 那這些四座街市 其實它都是 它真實的 其實它都是用一些類似的 紅磚 和一些麻石 去拼湊出來的 就是外牆最主要是 其實應該是四座都是紅紅的 好像今天我們看到西港城 那樣的 就是外牆最主要是 用磚和麻石去拼湊 裡面的結構 其實都受到 剛才所說的 工業革命之後 那個科技的突破影響 其實它裡面的結構 都是鋼結構的 就是它用鋼 一個鋼架 起了建築物的結構 不過外牆就用磚和石去包圍 所以這四個街市 其實有一點統一的風格 但是我們看到後期這兩個街市 去到1910年代這兩個街市 尖沙咀和南邊上環街市 其實它有一個突破 它的突破就是 它不再是用斜屋頂 或者瓦造的屋頂 而是在這兩個街市裡 政府都開始嘗試去用運營土 去建築屋頂 譬如我們看看南邊上環街市 雖然它是一個鋼結構 做一個建築物的結構 外牆是磚和麻石 但是它的屋頂 嘗試用運營土去做一個屋頂 你也看到 它的屋頂其實有一個拱形 很有趣的 一個T字形的拱形 一個高一點的位置 讓它可以在旁邊開一些站起來的天窗 讓陽光可以在天花 在屋頂那裡透入街市的內部 為什麼它要這樣做呢 就是因為你會看到 這個街市是特別不同的 就是它是T字形 好像一個T字形 原因就是因為這個街市 其實是被一堆的堂楼包圍住的 這個街市本身的地盤 就是T字形的地盤 它是放在那些堂楼中間 去建出來的 所以它很難有一個彩缸 所以當時建築的時候 建築師就運用了 就是運營土這個技術 就融讓了開這些在天花上 開一些這樣的天窗 這是另一張照片 你會看到旁邊的堂楼已經拆走了 所以就清楚一點 看到那個街市的樣子 不然它就應該是 如果你在街上 你就應該只會看到這個樓面 因為大部分的建築物 都被旁邊的堂楼遮住 這個是反映到 去到差不多1910年代 政府的公務司署 開始懂得運用運營土 這個建築的技術 我們看到在1910年代開始 政府是慢慢的 越來越多的建築物 都會採用運營土 特別是一戰之後 一戰之後 雖然香港並不是一個戰場 但是香港也受到一戰之後 全球經濟環境很差的情況 影響 全球經濟也會因為戰爭而受到影響 而且食物鏈也因為很多地方 都受到大戰的破壞 而有一個影響 供應鏈是有一個影響的 所以我們看到在一戰之後 譬如在1919年 香港曾經發生過一個搶米風潮 就是說 人們是買不到米的 所以就有一個暴動 人們去打劫或者搶米袍 而這個情況 之後的那幾年 其實很多市民都受到經濟情況的影響 那些東西越來越貴 食物或者生活的所需 的金錢越來越貴 但是工資又好像沒什麼加 所以當時其實二十年代 香港是發生了幾次的大罷工 這些大罷工都是 市民希望爭取合理一些的薪金 又或者其實這個都跟 當時國民黨上場 是差不多的時候 那個政治是有關的 那這些大罷工 這些都會很影響香港的經濟 那政府呢 當時也急急地去談 究竟我們有什麼對策 政府的結證局 結證局就是市政局的前身 是負責管理街市的 那結證局有一個 成立了一個叫做 High Cost of Living Committee 一個委員會 一個專責的委員會 去研究有什麼對這些生活成本這麼高 有什麼對策 而他們的結論就是 其實我們應該蓋多些的街市 我們蓋多些街市的時候 市民就容易買食物 希望價格可以低一點 而政府因為要控制糧食的價格 其實政府一直都是希望 街市的租金是低的 政府是維持一個低租金的政策 希望因為低租金 而那些當主就可以 用便宜一點的價格 買糧食給市民 所以政府在一零年代開始 增建了很多的街市 而它增建街市的時候 就開始用剛才所說的 運營土作為一個建築的材料 它增建很多的街市 這些街市其實都是很簡單的 因為經濟都是不好的 所以建的街市很簡單 很多時候你會看到 是一個運營土的大屋頂 然後就有一些的專柱 專柱去支撐住 其實似乎只是把我們之前 看到的開放式街市 由一個瓦頂 一個斜屋頂 改為一個平的運營土屋頂 就是相對簡單的一個做法 這個就是第一個 這樣的形式建的街市 就是在油麻地的一個叫梳果街市 在1913至1938 這25年期間 其實政府就建了很多 這類型的運營土 很簡單的開放式的街市 在各區都有很多這些的例子 譬如這個是 芒果咀街市 其實就是後來我們叫做 旺角街市 在1925年擴建的時候 就只是用這個形式 就是一個運營土的屏屋頂 一些的磚柱去支撐 而你看到所謂的一個桌位 一個檔 其實它就不是一個很有間隔的檔 其實只是一張桌平排 所以我們經常說是豬肉桌 牛肉桌 它真的是一張桌 這些桌 平排就是街市裡面的格局 如果大家想知道這些街市是大約怎樣的 你可以去大澳看看 因為大澳的街市就是這樣的形式 一個運營土的大的屋頂 一些的磚柱的支撐 一些磚柱支撐 住一個運營土的大屋頂 裡面其實什麼都沒有 一個大的空間 好像一個庭一樣 一個空間 而你會看到地下 在大澳現在也是 你會看到地下 就畫了一個檔位 究竟是多大 其實很小 你會看到它就畫了 這個就是一個檔位 就是一些檔位和檔位的平排 在這25年的期間 其實政府就建了17個這些街市 而這17個街市 我們留意到 由1910年到1930年 政府建了17個這些街市 但是去到30年代 這些街市 其實政府就開始採取一個標準化的設計 一個標準化的設計 這個標準化的設計是怎樣呢 它也是有一個運營土的屋頂的 但是這個屋頂就開了幾個天窗 去通氣 而原本的運營土的 原本的磚柱 就改了成為一個運營土柱 改了成為運營土柱 這是一個標準的設計 裡面其實它會就著 究竟那個街市的規模 你要多些 多些檔位 還是少些檔位去規劃 如果多些檔位 這個街市就會長一點 少些檔位就短一點 但是大致上它會分開幾類的 例如它就會有菜檔 菜檔 通常它會有一些層架 一些層架 給你擺放不同的蔬菜 肉檔 肉檔 通常它就會有一個大的砧板 有一個大的砧板 魚檔 魚檔 通常它都會有一些的魚缸 在這裡 又或者是家禽檔 家禽檔也是有砧板 但是就會有水龍頭 因為家禽是要洗的 另外家禽檔 雞、鴨檔 通常都會黏住屠宰房 這個屠宰房 就讓你在裡面 煮雞、煮鴨 還有給你拔毛 它就需要有幾個大的灶頭 煮一些熱水 讓人們可以去拔 那些雞毛、鴨毛 而每一個街市 通常都會包括一個員工的宿舍 就是管理員的宿舍 以及工廁 這就是一個標準化的街市設計 而你看到開始有些不同 就是那些檔位 不單止像剛才所說 不同類型的檔位 它有自己的設計 即檔位是有些不同之外 也開始慢慢有間隔 間隔在這裡 間隔在這裡 每一個檔和一個檔之間 可能有一些矮場 會間隔開 就不是像以前那樣 就單單是幾張桌子 放在一起 這個就是花園佳佳市 就是其中一個 採取這些標準化的設計 的街市 那你就會看到 它是用一個石屎 運營土的屋頂 以前的專柱 現在就改為一個運營土柱 還有每一檔 其實和檔口和檔口之間 就開始有矮長的間隔 所以每一檔 就可以很清楚掛起自己的招牌 這個都會是三十年代 我們看到標準化的設計 政府很多時候 一個工程的合約 可能會叫一個承建商 一次過在兩個街市 相同設計 在兩個不同的地區 這樣 所以就令到建街市的時間 或者也都切散了 每一個街市都要獨立設計 這些人手或者時間 政府在1910年代開始 一直建這些很簡單的 小型的街市 就是開放式的街市 一直到1930年代 政府才重新再次建多層的街市 到1930年代 政府才再次建多層的街市 為什麼政府會建多層的街市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就是有很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街市 現在都很舊 很老舊 所以都需要重建 第二 就是其實政府在2010年代之後 經濟環境都不太好 有些這樣的大把工 令到香港的經濟很受影響 所以政府只能夠建一些 相對上是便宜 快的簡單的街市 這個情況 在30年代 有一個突破 就是政府透過發行 這個債券 是集資的 發行債券 其實就好像現在 政府發行一些 綠色債券 銀債 這些 就是給長者的銀債 就是透過這些發行債券 其實就可以聚集了 一大筆的款項 而當時政府在2030年代 都有發行過幾次的公務貸款 就是關於公務工程的債券 其實政府的集資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當時要起盛門水塘 也要擴建啟德機場 這是一些大的工程項目 政府需要集資 集資之後就有錢剩 所以政府就可以開始 再建造這些多層的街市 第一個 用現代形式建造的多層街市 就是西螢盆街市 1932年 然後灣仔街市 然後中環街市 這三個就是 二戰之前 我們看到三個摩登的街市 你也會看到這三個街市 和再早年政府建的四個多層街市 是受到外德華建築風格的影響 你會看到它的外形已經截然不同 最後這個南邊上環街市 是1913年 西螢盆街市是1932年 二十年間 你就會看到 建築風格完全轉移了 西螢盆街市 是第一個政府建造的摩登的街市 為什麼要建築風格的西螢盆街市 就是原有的西螢盆街市 原有的街市就是現在 正街街市的位置 原有的街市在1930年 因為暴雨 有部分的屋頂就倒閉了 而就摘死了一個人 所以政府就很緊張了 因為出事了 所以政府就需要去重建 一些很老舊的街市 而為了方便的重建 政府就把街市搬到對面 所以就去了現在的西螢盆街市的位置 在設計這個西螢盆街市的時候 我們看到它的設計的形式 是很受到我們叫簡約古典主義的影響 Stripped Casticism 這個所謂的簡約古典主義 其實就在20世紀初 在歐洲開始流行 而且主要是用在公共建築那裡 就是政府建築那裡 它比較遵循以前古典建築 類似古典建築的 譬如你會看到 它也是很強調中心感 或者強調建築物是對稱的 但是它就去除了原有古典建築的 經常有很多裝飾物的情況 在香港 除了西螢盆街市 是用這個簡約古典主義的形式設計之外 另一個更加顯著的例子 其實就是灣仔景柱 他們兩間 即是西螢盆街市和灣仔景柱 其實是同一年落成的 你會看到有類似的地方 比如你看到灣仔景柱 它都會像一個古典建築一樣 很強調對稱 基本上是對稱 中間你會很明顯知道 中間的入口在哪裡 中間是有一個高了的位置 你很明顯知道中心在哪裡 它的柱是一段 去重複 有一個柱廊 重複的柱廊 你會看到其實它大致上 那個規劃的想法 跟古典建築很類似 但是它就沒有了 以前古典建築的裝飾物 簡化了、簡弱了 而西螢盆街市 也有類似的情況 其實我覺得他們的類型 是很類似的 如果你看西螢盆街市 它是一條斜路 正街很斜的 中間也是很明顯的入口 其實它基本上是一個對稱設計 只不過因為它身處斜路 所以難看一點 它沒有了古典建築的裝飾物 反而只是用一些橫的坑紋 做一些點綴 做一些裝飾 特別是你看到橫坑紋 在底部是多一些和粗一些的 就好像以前古典建築 很多時候都會是 底部是一個石機 底部是用麻石砌 上面是用磚砌這個模式 雖然它全部都是簡化了 但是它似乎是保留一些古典建築的 尾味 而這張是一張明信片 你就看到西螢盆街市 跟它旁邊的唐樓有很大的對比 我亦都問過很多 以前在西螢盆街市擺檔的人 其實很多今天都在現在的西螢盆街市 繼續擺檔 他們都說 以前人們會叫它們 這是一個摩登的街市 覺得那個設計是很新穎的 那街市就在正街 在一條很斜的斜路裡面 在第二階就是一個比較低的低位 其實有半層就是在下面 就是用來做一些儲物的空間 真正的入口就是在正街中間進去 就是底下那一層 再上一層就可以在一樓出到第三階 因為地盤有一個高低差 然後再上一層 凸出來這個部分就是一些員工的宿舍 看這個否面套就會看到 向著第二階 有小部分是用作一些機房 或者是一些儲物的地方 正門就在正街中進去 上一層的話 在一樓就可以直接出到第三階 如果我們不是因為地盤是斜路 其實它基本上就是一個對稱的建築物 中間也是很明顯的 中心也是很明顯的 那裡面是怎樣的規劃呢? 就是如果我們在正街入口進去 我們一進去就有一條很大的樓梯在這裡 那麼大的樓梯 一上樓梯就分開兩邊 就這樣上去 就是一分為二再上去 正街的地下那一層 都是一些魚檔 魚檔 但是魚缸就放在旁邊 放在街市的旁邊 那麼我們也問過 有些魚販 其實他們就很不喜歡這個做法 就是魚缸不是在自己的檔位那裡 那麼他們就說 我們就經常都要找一塊大的冰 去放那些魚 因為魚缸是要走進去才能用到 就不是在自己的檔位那裡 那麼那個建築物呢 大約就是一個U型 一個U型的規劃 那麼其實就中間進去 就分開左邊和右邊 其實分開南北兩邊 然後呢 外面就是一個空間 就讓他們做一些分貨的工作 上一層的話呢 他們就會去到牛羊肉檔 和菜檔 中間就是那條大樓梯 還有公廁 那麼就在菜檔這裡 就有另一個門口 就可以出回去第三階 再上呢 就會是豬肉檔 還有家琴檔 那麼去到頂呢 就是那些員工的宿舍 就是那些街市管理人員的宿舍 那麼你會看到一個規劃呢 就很注重那條大樓梯 也有很多當時的檔主就說 很多來這裡買東西的人呢 其實很多時候是那些有錢人的工人 那些工人就很喜歡 就會坐在那條樓梯裡聊天 又或者是那些主婦 他們來買東西的時候呢 就會叫那些小朋友 就在那條樓梯裡玩 他們就去買菜了 就是很多時候 其實那個樓梯 變成一個他們很重視的活動的空間 那麼裡面就是這樣的 就是那些檔位 都是一個個檔位這樣拍住的 但是呢 你會看到其實它外面 如果你看回這張照片 其實它呢 一個這樣的摩登的設計的時候 就跟那個以前我們用磚砌 用石砌的外場很不同 就是我們可以開很大的窗 我們不再受到那個磚 或者石的這麼小的尺寸的規限 我們就可以開很大的窗 那麼對街市來說是很重要的 因為通風和採光 對衛生是很重要的 而你看回 其實很早期這些街市 他們所謂的窗 其實都是一個大洞 就是沒有玻璃 沒有玻璃 很多時候玻璃都是後來才撞 它都是一個很大的洞 所以裡面其實都相對是乾猛 和乾爽的 政府在1932年 重建了這個西盈盤街市之後 政府覺得這是一個很成功的例子 所以它就繼續去重建一些街市 在1937年 政府開始想去重建灣仔街市 因為灣仔區的人口 隨著填海 灣仔填海 人口越來越多 所以政府就覺得 原本的灣仔街市 就不夠用了 所以就希望 增加檔位的數目 建一個新的灣仔街市 而在那時候 建這個灣仔街市的時候 似乎它的設計 是受到歐洲裡面 一個現代流線風格的影響 Streamline Modern的影響 現代流線風格 其實就是裝飾藝術 Art Deco 去到尾期 一個風格的延續 或者是一個轉移 就是一個變異 其實你可以當它是 Art Deco 藝術風格的 一個 去到尾期的 一個小小的變異 而這個變異 是受到當時 30年代 一個工業設計的影響 例如以前 建的工業產品 譬如 流聲機 收音機 雪櫃 多士爐 都似乎很喜歡 將那個設計 弄得彎彎曲曲 好像有一個流線型 很強調的流線型 那些車 火車 飛機 這些設計 而這個設計 這個想法 即將東西變得流線型 這個想法 在建築上 都開始有採用 我們看到有些不同的建築物的例子 都似乎很流行 將那個樓宇 特別是那個長角 將它拋圓 拋圓 而且很強調 橫線的感覺 很強調那個橫線的感覺 你看到這些例子 而彎仔街市 似乎受到這個想法的影響 彎仔街市原本的位置 其實應該是這個街市的對面 但是因為地盤太細 政府又想增加那個 檔口的數量 所以就將它搬去對面 就變成在現在 倫敦寺醫院的山腳 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位置 但是搬去對面 就有一個規限 就是它地盤的位置 是一個三角形的地盤 所以就很難設計 所以你會看到那個建築師 就採取了 剛才我們所說的 就是將那個長角 三角形 很難用的 將那個長角 拋圓了 拋圓了 也都你會看到 它除了那個三角形 那三角拋圓之外 其實它是一個很大的建築上 就是在香港建築上面的一個突破 就是它和之前那個 那個西營盤街市 很大分別 因為西營盤街市 即使它是一個摩登的建築 它似乎都受到以前那個古典的形式 那個規律所影響 但是灣仔街市就完全撇除了 它基本上是一個平屋頂的建築 它的所謂的中心 它不會像以前那樣 我們有一個高一點的建築部分 作為那個中心的入口 反而就是 那個中心就放在那個縣角那裡 開一個很大的門口 還有它就用了很多這些 橫線的遮陽板 還有一個很大的入口的蟬縫 去做一個裝飾 它就跟之前一直做很多 跟西式古典建築有風格 有關係的一些做法 完全是撇除了 基本上是完全撇除了 你看這個圖就會看到 三個角就拉圓 基本上是一個平屋頂的建築 還有用很多這些橫線的很大的遮陽板 還有很大的蟬縫 去增強那個橫線的感覺 灣仔街市其實那條路 都是有一點微斜的 所以你會看到 它是有半層的地庫 就是灣仔道的相對低位 都是做一些比較儲物 功能性的地方 真正的入口 就是三角位最大的角 真正的入口 就是灣仔道和皇后大道中間的入口 其實它就像西形盤街市一樣 一進去就是一條很大的樓梯 一進去然後一分為二 一直轉上去 它是一個兩層的建築物 平面相對比西形盤簡單的 因為地盤始終沒有西形盤那麼大 那麼裡面呢 我們看看舊照片 你會看到它將那個菜檔 就排在那個外牆 沿著外牆就排在菜檔 那麼你看到菜檔 它也有了一級級的層架在這裡 是讓你擺那些蔬菜 讓你去展示那些蔬菜 而肉檔呢 就集中了在中間 那麼同樣呢 其實所謂的大窗呢 其實都是沒有玻璃的 都是一個大洞 就是一個大開口 那麼就令到裡面呢 就相對光猛 以及通風 但是呢 後來它是加回了一些窗花的 我相信都是因為 就是保安的理由 後來加回了窗花 但是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就是這樣的 一個很大的一個大洞 那麼這個呢 就是灣仔街市 在重建成現在 就是上面有一個住宅樓之前的模樣 那麼當然和一開始 那個灣仔街市就不同了 之前就相對 一個闊落的空間 那麼後來呢 就都密密麻麻地 擺滿了這些檔位 在灣仔街市建完之後呢 政府也都隨即就開始去計劃 重建這個中環街市 那麼 中環街市重建的有幾個原因 就是有兩個很主要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呢 就是舊的中環街市 我們看到那個愛德華式建築的風格 那個中環街市已經很舊了 第二呢 其實呢 政府重建中環街市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以前的街市 是包含了零售和批發的功能的 特別是大的街市 大的街市 就是中環街市 一直以來都是最大的街市 然後就是上環街市 西螢盤街市 這些都是大街市 大街市 很多時候都是有零售和有批發的部分 但是中環街市 正因為它是圍處了香港的市中心 而它的批發的生意 就是由一朝早其他市場來拿貨 就令到中環的交通很擠失 而且衛生很差 因為很多時候你的上落貨 都要在街上做 旁邊的兩條街上做 搞到又塞車又塞路 又骯髒 所以就有很多的投訴 政府因為發行公務債券 它有些錢 所以它利用了錢 就決定我們重建中環街市 而重建的時候 就希望將批發部分拿走 不單止是中環街市 其實也將上環、西螢盤 所有的批發部分 就撥去堅尼地城批發市場 所以重建中環街市 其實是要等到堅尼地城批發市場 1937年落成之後 才開始起中環街市 因為要搬走那些批發檔 在起中環街市的時候 我們看到這些新聞 當時的市政局主席 杜德 Warno To 曾經到訪過上海公共租界 當時上海有一部分城市的範圍 屬於公共租界 由英法共同去管治 在公共租界裡面 他們建了好幾個新型的街市 當時這個市政局主席杜德 就上去看過 他就很欣賞 上海的現代化的街市 所以他回來之後 他就叫政府的建築師 參考上海的情況 去設計這個中環街市 究竟上海建了什麼街市 我們看回當時上海的公共租界的記錄 上海其實在30年代建了很多個街市 因為當時他們都是爭建街市的階段 上海都有爭建街市的階段 例如這個是福州路的賽場 你會看到它是一個多層的建築物 它是用運營土建的設計 跟我們灣施街市的情況一樣 你會看到它也是把房屋的長角拋圈 就是強調那個流線型 裡面你會看到它也是有些運營土的柱 這個運營土柱也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特色就是 你會看到它也是在外牆退縮了一些 正因為它不是黏死了在外牆的最邊皮 所以它就可以連續整個外牆 扔扔轉開窗 因為它就不受到柱的位置的限制 它會退入了一點點 所以它就可以扔扔轉圍 圍著外牆 然後就加了這些窗 第二呢 你會看到它很特別的 它柱的頂部好像比較肥了 我們叫這個柱帽 就是說它去到頂部的時候 就有一個叫Column Cap 一個柱帽 就是它將柱的頂部加闊一點 加闊一點 其實承托力就好一點 因為它跟樓面和樓的接觸面大了 所以承托力就好一點了 另一個就是上海的小沙道路賽場 有類似的手法 兩層的建築物 運營土的建築 那條柱也是在外牆 移進了一些 所以也是可以扔扔轉 開了很多的窗 這些在上海看到的多層的 現代街市的例子 似乎跟中環街市 好像都有點類似的地方 不知道是不是中環街市 都受到這個影響 我們都看到中環街市 似乎都是把場角拋圈 但是就沒有這個灣仔街市那麼厲害 灣仔街市的湖道就很厲害 但是中環街市 它都是微微的把場角拋圈 似乎好像這兩個上海的例子 都連續開了很多的 整個圍著大樓 就開了這些窗 中環街市 一直以來都是香港最大的街市 那個街市的設計 就是由公務次序的建築師 Alfred Holt 還有一個工程師 R.P. Shaw 是設計的 基本上它是一個長方形的建築物 而中間就有一個大的天井 長方形的建築物中間有一個大的天井 中環街市 同樣都是一條斜路 所以 同樣進去那個位 就是向著德庫道中的位 就是一個低位 在低層那裡進去 上到一樓 其實我們就可以在皇后大道出來 我相信很多在座各位都會去過中環街市 由德庫道中進去 那你就會看到一條大的樓梯 而 而當位其實就圍著那個天井 這樣去排 圍著那個天井去排 一進去 最低的層 地下的層 就會看到有家禽檔 還有魚檔 家禽檔 和魚檔 也看到那個家禽檔 附近有一個家禽的屠宰房 屠宰房 還有一個公尺 屠宰房的後面 其實有一個空間 就是有一個空位 好像一個後巷位 我們上一層的話 我們就可以在皇后大道出去了 一邊就是豬肉檔 一邊就是牛肉檔 也有一個公尺位 在皇后大道去到玉多利 皇后街 有一個位 就是那些貨車 就可以上落貨的位 再上一層 就是買梳果的地方 所有的樓層 還有就是一個員工的食堂 去到最頂屋頂 其實我們就會看到 是員工的一個住宿的地方 一個宿舍 基本上就好像有兩個獅子型的天台屋 在上面有兩個獅子型的天台屋 是辦公室 以及一些宿舍 這邊是向海那邊 向海那邊的宿舍 其實就是洋人的督察宿舍 它就有無敵的海景 但是向山那邊 就是華人的苦力 搬運工人 或者工頭的宿舍 所以你也會看到階級的分別 在這裡 中間的天井 其實最初是那些人 用來泊單車 以及擺放那些 雞籠 或者果纜 那些地方 其實是一個給他們工作的地方 裡面的檔位 就是在中間的通道的兩邊 去排列 你看到 其實它的柱 也有我們剛才看到 上海的柱帽的情況 就是柱的頂部 是比較寬的 有一個湯雞房 是被他們拔帽 放血 湯雞 以及有幾個大的爐租 都是被你煲熱水去拔帽 我們也問過一些 以前的 中環的街坊 他就說 中環街市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 其實會直接 在這個湯雞房 買那些雞雄 即是他們一放了血 他直接可以在那裡買的雞雄 而中環街市 也有很多 以前的檔主 跟我們說 其實很多時候的顧客 都是 是中上環的 酒樓的買手 即是說 其實他不是純粹 是給普通家 不是純粹給普通家庭 很多時候 其實都是 酒樓的買手 在那裡買的 他們就 即是說 中環街市的價錢 是貴一些的 即是比附近的街市 就貴一些 但是 新鮮很多 選擇是多很多 因為它是大型的街市 因為它是大型的街市 其實 現在我們中環街市 已經保育了 有幾個這些 檔位都保育了下來 我們在這些 保育了的檔位 其實我們都會看到 那個設計 是有些 有些深思的 譬如魚檔 它就有一個桌面 在這裡 後面你會看到 有一級 是給那些魚販 就是站高一級 賣東西 其實它前面 還有一個 你看到一個洞 就是那些水 可以在這裡出來 即是桌面 要濕濕濕濕的時候 後面 也會看到 是有 兩個大的魚缸 在這裡 大的魚缸 就是一個魚檔 肉檔 通常會有一個大的砧板 在這裡 這張照片就拍不到 它應該有一個大的木砧板 在桌面上面 上面 你也會看到一些 環桿 是給你掛那些肉 在這裡賣 菜檔 它就會有一些 這樣的層架 在這裡 讓你擺那些蔬菜 而生果檔 也有些層架 但是生果檔的層架 更特別一點 就是它有一個 站身位 你會看到層架 然後到尾 它就會有一個 站身位 一個upturn 這個站身位 就是防止那些蘋果鏟 會滾走 滾出來 所以它就會有一個 站身位 擋一擋 擋一擋 而你也會看到 如果你賣魚 賣肉 你就會在那個蕩口外面 就是在那條走廊 賣 但是菜檔和生果檔 是讓你走進去裡面選擇的 你可以走到那個蕩 像中間的一旁 會在兩邊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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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肉档有个大砧板 肉都掛在这里 蔬果档你可以走进去 直接去选择蔬菜 刚才也说过 那些长角稍微修圆 有少少的流线形 但没有弯制解释那么厉害 现在我们也看到 有些地方稍微修圆 有些很细致的做法 例如遮阳板稍微修圆 又或者里面我们看到遮阳板 当遮阳板和长角在这里 也会看到有少少地方 微微地修圆 有些很细致的位置 它是想做到有少少流线形的感觉 里面最出名的大楼梯也是 你会看到很多东西都是很流线形的 一路将扶手落到尾 到尾 转转在我们的端柱 最后一条圆形的柱 这些细节位都会反映到 可能当时也有受到 现代流线风格的影响 除了湾仔街市和中環街市之外 我们看到这种流线形的风格 在另一座的建筑物也看到的 就是现在的 是官咸道官立小学 就是当日 1941年 当时是起来 作为罗富角师范学校 现在这个官咸道官立小学 它是改为 用作是官咸道官立小学 你会看到它同样是有很多 就是横线的遮阳板 还有最特色就是 中间的那条楼梯 是一个圆形的楼梯 而这个小学 现在就成为了一个 法定的建筑物 这些都是我们看到 二战前的多层街市 在三十年代建了三个 就是西营盘 湾仔 以及中環街市 在战后 我们会看到 街市设计有少少不同 这个是一个 1948年 在二战后 市政局的一个记录 市政局的记录就是 1948年 市政局核下 有三十一座街市 其实在日战的时期 有八座被拆毁了 是被日本人拆毁了 所以 二战后 出现了一个情况 就是不够街市 因为有些原本有的街市 在侵占的期间 就没有了 就是拆毁了 所以 市政局做了这个统计之后 就开始计划 就是要建更多的街市 在五一年 其实市政局 就推行一个叫 轻盈街市建筑的计划 就希望 就一次过 就拿了 民政府拿了钱 就一次过建五个街市 原意 它就希望是一些单层 很简单的街市 但是其中在这个计划里面 其中一个街市 在必烈遮事街 这个街市 就因为地盘太小 就建不了他原本想的单层 就是一些 原本是一些标准化的街市 所以它唯有 真的要找建筑师去设计 也都是因为地盘太小 结果这个就变成了一个两层的街市 就由公务司署的建筑师 这个是一个新街市 不是一个重建的街市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这个必烈遮事街 整个街区 其实在日渐的时候 就炸烂了很多的楼 炸烂了很多的楼 所以政府就收回一些的楼 而且都觉得人口很多 所以就要建一个新的街市 而这个街市 就因为地盘很小 而且是三千八角的 基本上是一个梯形 在一条大楼梯旁 所以它就需要做一个两层的设计 而这个街市的设计 你就会发觉 如果我们比对起湾仔街市 和中环街市 就是战前那两个街市 你会发觉 就没有了那些流线型的风格 几乎它就采取了一个很立方的一个设计 而这个其实我们在欧洲 都会看到同样的情况 那个流线型的风格 只是在很短时间 在欧洲就流行过 后来都没有再做这些软软软软的设计 那样东西就变得 变得较为方正 这个必烈者市街市 又同样出现这个情况 而且你会看到 都摒弃了那个对称格局 就会看到 其实它是用一个 完全是不对称的设计 那个门口是側在一边 基本上外墙的设计 你都会看到 不是一个对称的格局 它基本上是一个 类似是一个梯形的设计 由地上进去 整个设计 很简单的 整个设计 就是一些档口 排在旁边 和在中间 一条大楼梯 上去 另外再有一些档口 所以它是一个相对小型的 简单的两层的建筑物 就完全是就着地盘的外形 去做出来 但是它的窗 就好像和之前那些 都有一些不同 就不再是一个大洞了 最初应该是没有玻璃的 但是它就会做了一些 一些棍营土的预製的白叶 就是白叶 作为遮阳的作用 这个就是重建了的油马地街市 所以有些人就会叫它做 甘肃街街市 因为它其实就是 搬去以前的梳果街市 这个也都成为战后 其实是最大的一个街市工程 有很多人就会觉得 这个油马地街市 就好像一个迷你版的中环街市 因为它的外形就很像 大家都是一个很长方形的设计 还有中间也是一个这样的天井 而它们其实最顶的那层 都是一个宿舍的 就是员工宿舍的楼层 而好像中环街市一样 这个员工宿舍的楼层 也是缩厚了一点点 所以看上去 我们在街上看上去 就会看到好像买菜那两层 实际上它是三层高 正确来说它是三层 再加一个天台屋 看上去就好像 只看到街市的两层 这个格局就类似中环街市 就是中间就有一个天井 两边的入口 一进入到去 就会看到两条大楼梯 两条大楼梯 贯穿两层 地下和一楼梯 都是一些档口位 就是鱼档 菜档 上去就肉档 在档口那里 我特别想提出 就是说 油麻地街市 你会看到 菜档和生果档的比例很小 只有几档 原因就是市政局当时 他就会觉得 大部分的市民 都没有 就是他们发现 大部分的市民 都没有在街市里买菜 或者买水果 而是他们倾向在外面 街头摆卖的小贩 就是帮衬小贩 而当时政府的政策就是说 新鲜的肉 就一定要在街市里买 外面你不可以在小贩那里买到生肉 这是不卫生的情况 但是蔬菜那些 仍然有很多小贩 会卖蔬菜 卖生果 所以市政局就发现 原来街市里面的菜档 生果档 没有什么生意 因为每个都在外面买 所以他就开始减少 这个菜档 生果档的数量 在里面 而再上一层 你就会看到 都是一些不同的员工的宿舍 而且再高一层 就有个天台屋 就是被主管 有两个 两房单位 和三房单位 有一个两房 和三房单位 就被主管级的员工住 现在你去到尹麻地街市 你仍然会看到 它的格局都像中环街市 就是中间的走廊 然后两边就是档后 档后 档后通常都是很小的 就有一个桌面 然后中间就是一个天井 你会看到那些档后 都是白了 他们的单车 那些栏 那些栏 一条大楼梯 上去就会看到 这层的员工宿舍 这层的员工宿舍 还有上面 就是主管级的人的天台屋 好了 建完尹麻地街市之后 政府继续 在1956年 就展开了一个叫做街市重建计划 原因就是 尹麻地街市倒下了 就引起公众的关注 就会觉得 这些战前建的街市 是不是不安全 是不是不安全 会倒下的 于是政府就在1956年 开始实行一个街市重建的计划 就逐渐 希望慢慢将战前的街市 都重建成为新街市 在这个计划里面 公务司处当时 就做了一个次序 就是说 我们由排第一位 开始重建 跟着这个次序 开始去重建 第一位这个街市 其实就叫做素干部街市 素干部街市 其实就是在铜锣湾 跟这里是很近的 如果大家远了这个讲座 可以去看看 素干部街市 在重建的时候 当时 就是排第一位 原因就是 街市是很旧 街市是很旧 在重建的时候 政府就发现 其实政府就决定 就是说 把街市改名 因为那个位置 根本就不应该叫做素干部 其实以前是一直有错误 反而当地的居民 就叫那个位置 做登龙洲 所以重建的时候 就把它改名 做登龙洲街市 但是建这个街市 其实就遇到很多的波折 这个街市遇到很多的波折 第一个波折就是 公务司处说 我不够人手去设计街市 因为他们很忙 而且人手很少 所以唯有 就把这个街市 外判了 给一个私人的建筑师 王祖堂 王祖堂的建筑师楼 就负责设计 第二个遇到的挫折 就是 原本 市政局规划街市的时候 当然是根据附近的人口的规划 就认为 在这个地盘 我们应该建一个三层的街市 就是地下 一楼二楼都应该是买送的 但是 如果街市建到三层那么高 理论上 你就应该给它一部电梯 因为货的上落 人的上落不用 货的上落都要 给它一部电梯的时候 价钱就变了贵了很多 而政府就不愿意 不愿意给额外的金钱 就是不愿意批这个额外 加这个电梯的费用 所以最后 市政局唯有是一个两层的街市 而上面的两层就是员工宿舍 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格局 第三个遇到的挫折 就是在这个街市遇到的挫折 就是当市政局和建筑师在讨论街市 如何设计的时候 市政局有很多的市政局议员 就接到投诉 就说在其他的政府街市 那些档口那些档主 经常跟市政局的职员有争执 于是他们就觉得不是办法 我要听一下那些档口说 究竟那些争执是什么 而很多的档主 就回覆了 就说 那些市政局的职员 经常都说他们阻止街市的通道 那原因呢 其实他们买卖食物 有很多加工的工序 譬如你要剥虾壳 买虾胶 你要撕虾壳 那他们呢 那他们呢 在档口的位置太小 他们就唯有 就是坐了出去公共的走廊那里 找一个盘子 在那里撕虾壳 做这些这样的工序 就经常被职员投诉他们 经常都争吵 所以市政局就决定 其实呢 就应该在设计上面 就给那些档口 给那些档口 所以在设计这个 登龙周街市的时候 即使原本的设计已经定好了 他们都觉得要加回 那个工作通道 在那里 就是说你搬货落货 也都不用跟原本的人走的通道 是交集的 就是市民买送跟你搬货落货 就不应该是同一条通道 所以他就决定在档口后面 加了这个通道 也都令到 那个工程是延误的 另一个挫折又出现了 就是 原本那个 素干部街市的档主 卖肉的那些档 他们就得知 将来他们就被安置 上去一楼那里摆卖 就是他们的肉档就是摆一楼 可能肉档就是一楼 他们就不满意 他们就不想摆在一楼 原因就是他们发现 很多市民都不愿意 硬楼梯上一楼 他们会宁愿在别的地方买东西 他们都不想走上一楼 他们也举了很多其他 多层街市的例子 就说一楼都没有人上去 那些人都不愿意走 走楼梯上去 他们有很多投诉 但是 市政局说这是没有办法的 如果我们建了多层街市 总是有一些档位 是要在高层那里 这个就没有办法 去满足他们的需求 最后他们也是要摆在一楼 另外就是 在设计这个灯笼洲街市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叫这个灯笼洲街市 作为一个复合式的街市 为什么呢? 政府发觉 即使我们提供了这么多街市 但是仍然有很多小贩 在街上摆卖 很多小贩在那里摆卖 很多人都喜欢在小贩档买东西 他就说 不如我们就把小贩档 搬进去街市里面 所以他就设计出 一个叫做复合式的街市 就是说我有正常的档口 也有小贩摊位 所以在灯笼洲街市 它和其他的街市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就是他的档位 只是在沿着外场排这两行 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他就预计了一些小贩在里面摆档 预计了一些小贩在里面摆档 就是好像这里这样 就是他将他的档位 就排在两边 沿着外场排在两边 中间就留了一个很大的空间 就预计了租给那些小贩摆档 每一个位置其实就很小 就只有三尺乘两尺 一格格 就有个名号 就给那些小贩租租租了 所以他就叫这个复合式街市 就是有正常的档位 也也有小贩的档位 你上到灯笼洲街市 也会看到中间有这样的空间 还有你会看到后面的工作通道 在档的后面 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要做一些撕虾壳 这些东西 拔毛这些 你就在后面那里搞 就不用阻止 原本前面的行人的通道 所以你看回他的规划 就是一进去 一进去登龙周街市 底层就是鱼档 后面就有一条工作通道 中间就是刚才所说的小贩摊位 上去就是鱼档 鱼档和家禽档 中间就是刚才那些小贩摊位 再高一层就是员工宿舍 两层的员工宿舍 但是这个想法 最后就发觉是一个失败的情况 原因就是小贩就说 这么小的位置我怎么摆卖 三尺乘两尺根本就不够 第二就是重复原本的问题 就是那些人就不想走上楼上 就是那些市民都不愿意 走楼梯上楼上 所以他就发觉 我一搬进来这个街市 我的生意就立刻少了很多 结果很多人 第二个月就已经退租了 而且你会发觉 又走到街市那里摆卖 所以政府就发觉 这个不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今天你会看到 登龙洲街市整个一楼是空置了 这个所以我最近拍的 其实他整个都已经空置了 下面那层还有档口的 但是原本这个小贩摊位 已经改变正常的档位 下面那层 没有了这个空位 改变正常的档位 那楼上仍然是有一些的办公室 现在不知道还是不是宿舍 但是楼上仍然是食环署的用 虽然这个是私人的建筑师 王祖堂所做 但是他也是 你会看到 他用很多 蛋格的遮阳板 其实一蜜双城 遮阳板这个设计 似乎是在公共建筑里面 是很常用的 当年 就是一个蛋格的遮阳板 还有 街市始终是通风很重要 所以其实有很多这些通风窗 在灯龙洲街市那里 今天去到很多人都会 很喜欢拍这几个通风窗 刚才一直说 街市去到灯龙洲 这个63年的建筑 你会发觉 其实开始 一些这样的单栋街市 受到很多的挑战 特别是 多层街市 似乎楼上的那几层 不是很受欢迎 慢慢就出现这个情况 市政局都留意到的 甚至 市政局开始去讨论 其实我们是否应该继续 建筑街市 就是因为 以前 街市就是唯一 我们可以买到新鲜肉类的地方 因为政府是需要控制食物的安全 不是周街你都买到肉的 只能在政府街市买到 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 我们有了雪柜 所以政府就开始 批出新鲜粮食的执照 就是说 如果你的店铺是有这些冷藏的设施 有雪柜 其实你都可以卖冬肉的了 你都可以卖冬肉的了 所以又开始市政局 有一些讨论 其实是否还应该 棋街市 还是市民在私人的店铺买就可以呢 而且我们看到空置率也开始越来越高 六十年代有一个统计 你会看到空置率是慢慢上升的 慢慢上升的 档口的数量其实没有什么升到的 但是空置率就慢慢上升 所以在六十年代开始 市政局有很多的讨论 就说街市的方向是怎样的 讨论的结果就是说 其实他们都坚持希望 政府是会有政府街市的 就是不能够依靠 纯粹依靠私人的 因为政府街市一直奉行的政策 就是租金是低廉一些的 所以希望食物价格同样都是低廉一些 他就觉得这个是政府的责任 所以都坚持说 政府是需要自己有街市的 但是呢 六十年代开始 政府就开始有少少的改良 例如呢 六六年呢 他们就开始在街市那里 都加设了天台的游乐场 因为他们是学了西方说 现在我们去超市 就是西方看到 超市通常都有个儿童乐园 在旁边的 那些人去买菜的时候 就可以放下那些小朋友在那里玩 所以呢 由六六年开始 街市就增加这个游乐场 包括呢 第一个呢 其实就是湾仔街市 他有一个平屋订 就很适合 把它改了做天台游乐场 另外呢 就是刚才我们也提过 那个很小的 那个必烈遮事街街市呢 那么它的空置率都大 它的空置率都大 所以呢 政府就在 将它的一楼呢 一半呢 改了做一个室内的游乐场 因为反正都空了这么多店铺 所以就把它改了做一个室内的游乐场 另外呢 政府就谈 那么新街市的设计 需不需要有改变呢 如果现在我们遇到这么多问题 所以在北角街市 在设计北角街市的时候呢 其实政府呢 市政局呢 就改变了一些策略的 市政局就看到 好像很多人都在 街上那些 就是私人的粮食店 买东西呢 现在 会不会那些人喜欢 店铺多于喜欢档位呢 所以呢 在规划的北角街市的时候呢 他就有一个这样的想法 就是说不如我们不要给档位 就是这么小个 我们给了一堆大的铺 一堆大的铺 所以呢 他就会做一个 即是Shop Arcade 即是食店的走廊 就是我们进去 我们在七姐妹里进去的时候呢 在进去这个街市的时候 他就在一条大的走廊 旁边呢就有四个很大的 的铺 食店 那去到尾呢 就是一条楼梯上去一楼 现在看到就是 现在的北角街市就是这样 一条走廊 旁边呢就有几个大的铺位 而这个铺位呢 是很大的 大到呢 是有七百多平方尺的 七百多平方尺的 包括呢 店面四百多尺 还有后面有个工作空间 有三百多尺的 很大 其实基本上是一间 好像市多 或者是一间食店 那么大 但是 现在看到的就是 空置就有空置的情况 又或者呢 你会看到呢 其实呢 他可能现在呢 一个铺位就有两间 就是斩开了两间铺 因为太大了 所以其实他这个想法呢 最后也不是太成功了 那在北角街市 就是做了这个方法了 就是 几间大的铺位 上到去上一层 又是同样了 就是有这样的食店 都是有空置的 都是有空置的情况 现在我们去到北角街市 你会看到 左边呢 就是刚才那些 七百多尺的那些大的食店 右边呢 这些就是那些迷理台位 迷理台位呢 大约就是六尺乘四尺的 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 一个位 一个位 那你就看到 有些位呢 都空置了的了 现在 之前就是有些位呢 就有租客的 就是有租客 租你卖菜 但是就有 也都有不少的位 都是空置了 那么一个台位 就好像这里那样 其实就跟他的 那个设计图一样 就是一个位 然后有几个层架 几个层架 这样 那他也都有工作通道 在那些大的 就是七百多尺 那个食店后面呢 都预留了工作通道 由于他的天台 也都会用来做天台的游乐场 以及一个员工宿舍 另一个 就是那个天台的游乐场 以及员工宿舍 不过街市 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 所以在六七六八年的时候 政府也都开始重新去谈 究竟这些街市的新方向 应该如何 那么他就决定 就是公众街市 由于要善用政府地 那么我们就要将公众街市 结合非街市的用途 第二就是说 你都不要再给这些 七百多尺的舖位了 就是太大了 而改变 就是统一其他的档位 都是12成8尺算了 就是12成8尺是一个普通的档位 而刚才所说的那些迷你台位 就继续继续做 就变了6尺乘4尺 主要是卖水果 卖菜 卖鸡蛋 这些 这个就是六十年代尾的政策 而为了解决 那些人不愿意走上楼上这个问题 所以在设计上也提出改变 就希望用两个方法 去吸引那些人走上楼上 就在旺角街市 就采取这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说 我们要用一个错层的设计 就是希望街市分开两半步 而每一部分和另一部分是欠半层 不是欠一层 欠半层 那些人走的楼梯的级数就少了 就是我走 我由这边地下进去 我走半层 就去到这里 再走半层就上去这里 再走半层就去这里 就是用一个这样我们叫错层的设计 希望令市民感觉好像不是踩楼梯 踩得那么辛苦 第二就是 旺角街市就是第一个 就是加扶手电梯 这个始终都是要做这件事 才可以带到那些人上去 那你会看到里面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有刚才所说的那些档位 工作通道 和刚才那些迷你台位就在两边 另外 也都将非街市用途和街市结合 那譬如你会看到 由七十年代开始 街市就会加了 一定有的就是游乐场 第二就是很多时候都会有员工宿舍 在沙基湾的街市里面 其实还会加上一个卫生中心 然后慢慢开始 越来越多非街市的用途加进去 虞湾街市 其实就开始加了图书馆 还有加了熟食中心进去 熟食中心后来就几乎一定有 那去到79年 政府就开始觉得 不能够再建丹栋的街市了 那就认为 对于政府土地来说 不是一个最实用的方法 那就由79年开始 政府就正式开始 建市政大厦 就是决定 就说以后的街市 成为市政大厦的一部分 那么一个市政大厦可能就会有其他的设施 譬如熟食中心 图书馆 市政局办公室 甚至现在我们都会看到有些有体育馆 那些 那就由第一个市政大厦就牛头角开始 就开始就建市政大厦了 所以最主要就是我们看回 在一战开始 一战开始 其实香港就好像跟随着一个欧洲的那边 就是我们原本的公共建筑 是跟随着一个西方古典形式 慢慢是过渡到一个现代主义 或者现代化的设计的形式 而这个过渡其实跟两次大战都很有关系 就是因为建筑师们他们知道 战后的经济会很受影响 重建的需要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讲求 就是希望是便宜 便宜、便宜、正、或者简单说 就是希望可以快速做到这个重建的工作 而我们看到香港的情况其实都一样的 就是香港在1910年代开始 其实整天都受到国际环境 影响到他们的经济是有影响的 所以他们也寻求了一些方法 希望可以用一个最简单便捷的情况 的处理方法 为市民提供了街市这一个这么重要的设施 所以其实那个现代化的过程 不单是因为纯粹是一个美学的改变 也有了很多一些很实际上的原因 社会情况 导致无论是欧洲的建筑师 或者是香港的公务司柱 都采取了一个现代主义的设计 去将一些公共建筑 从一个古典形式过渡去一个现代形式 我想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其实这位朋友问的问题 正是我们刚才那个讲座最后的部分 他就说在60年代开始 街市的空置率上升 是不是源于设计上没有符合现代的需求 而导致一般市民倾向在意外的商铺 或者是档口购买 例如多层街市没有电梯 因为省成本而失去了当返的租户 我相信是的 这个也是为什么呢 市政局最后他都是 和公务司柱一起商量 在设计上如何去改良 当时他们的最后结论 都是说我们一定要 要是做一个错诊设计 让人走的楼梯 不会走那么多 要是你一定要加回扶手电梯 这个似乎是他们避免不了的 就是不会再出现 好像之前在那个登龙周街市 不愿意加电梯这个情况 但是同样 我相信除了是设计的问题之外 也是我们生活的模式都有改变的 原因就是买粮食越来越容易 以前其实政府基本上是垄断了 新鲜肉新鲜食物的供应 一定要在政府街市那里 就是必须经过政府的逃场 然后在政府的街市 你才可以买到新鲜的粮食 就是鱼肉 鱼和肉 在街外呢 你只能够买到熟食 买到蔬菜这些的 这个其实是为了控制食物安全 但是今时今日就不同 就是随着时代的转变 我们得到粮食的机会大增 我们可以在新鲜粮食店 外面那些买到雪藏的食物 我们也可以买到罐头 甚至今时今日网购都已经买到食物 我觉得这个除了是设计上 要改良之外 同样也是因为人的生活 模式是不同了 不同了 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出现 但是 譬如今天我们看到市政大厦 他都会和以前的设计不同了 就是他加多了很多不同的内容 还有也是 电梯那些都已经成为必须 必须的了 有一个问题就是 找私人建筑师的例子 多不多 这是第一个问题 其实政府公务司署一直都有 找外判给私人建筑师这个做法 无论是19世纪 或者是20世纪 或者今时今日都有这个做法 譬如在19世纪的时候 我们很熟悉的例子 譬如我们以前的最高法院 就是我们现在的中环 就是我们以前的立法局 其实都是外判出去的建筑师 也不是政府建筑师去设计的 那为什么要外判建筑师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政府的人手是不足的 这个不足的情况 其实一直在公务司署都看到这个情况 特别是在19世纪 即是公务最初的时期 很多的政府、良地官署 或者公务司署的人员 其实他们不是建筑师 建筑师的数量很少 很多其实是工程师 在英国招募来的工程师 原因就是 最初英国政府来到香港的时候 很多大的建筑都是一些工程 比如建水堂、建马路、填海 就是这些 所以他们在英国找了很多工程师 但是建筑师的数量 相对很少 在公务司署一直都是很少 而公务司署不够人手 这个情况一向都有 所以在不够人手的情况之下 他就需要外判出去找私人的积留 所以一直以来都有这个例子 一直以来都有这个例子 第二就是有可能是某些工程的工种 可能是政府是不熟悉的 所以也有机会是要找私人的建筑师楼去做 另一个问题 可能我未必会答到 他就说 有没有未来的建筑 街市的建筑计划 现在有没有一个标准的建筑的样式 很可惜 我想我未必答得到这个 但是 现在我们看到的街市 其实所谓政府街市 其实有两类 第一类就是食环署管理的街市 食环署管理的街市 食环署管理的 即逢侵这些政府的建筑物 理论上就应该是建筑署去负责的 就是说公务司署之后 就变成建筑署 建筑署应该是负责政府工程的部门 他们有没有一个标准的设计的样式 这个我就不清楚 第二类的政府街市 其实就是在公共屋邨里面的街市 那它就是另外的了 理论上以前就是房屋处核下 就是房屋处负责建的 后来就变成了领展 就是卖给领展 那现在是不是领展会是 在新的公屋里面建的街市 我也不清楚 遗憾就答不了这个问题 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也不知道 就是说我们经常都看到 刚才那些例子 街市的最顶那层是宿舍 究竟还有没有人住在那里呢?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也不知道 因为 譬如我去到灯笼洲街市 最顶那两层 我看到有人在那里办公 就是有些人出出入入的 但是它是不是作为一个宿舍的用途呢? 我就真的不清楚 我就真的不清楚 但是似乎 我看到有一个情况 就是以前 上面都会建一个员工的宿舍 这个似乎是一个很普遍的情况 但是现在 还有没有人住在那里 我也不清楚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 我想问关于活化的东西 就回到这个中环街市 其实他们现在活化了 变成一个比较为商业的大厦 我本人去过这个西盈盘的Western Market 我本人觉得 其实即使它很有历史价值 但是 现在的状况也是很渺满 就是很少人会去的 我想问的是 如果你觉得 未来政府要重新活化这些建筑 是不是就只有我们商业用途 或者会不会有其他新的发展方向? 你说西盈盘 是不是意思是西港城? 就是上华城的? 就是这张图 明白 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就是 我对于一个任何活化的项目 任何活化项目 不单是中环街市 或者其他的街市 或者不是街市的类型 我希望它能做到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我们进去的时候 它有没有解释过 这个原本的建筑物的历史 给我们知道 它解释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譬如它会不会有一个展览场馆 或者它有什么东西 它是可以让我们作为一个参观的人 普通人 之前不认识的 进去之后我们会学到一些东西 现在中环街市 它似乎没有一个特定的展览 说回它的历史 当然我们可以上去的网页 你会看到中环街市里面 其实它很多时候都是依赖一些QR 然后我们可以上去的网页 才能看到 这个来说 我希望任何的活化的项目 都会有一些资讯 在那里 当我们去参观的时候 有一些资讯 或者我们会叫做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可以告诉我们 这是希望第一件事做到的 第二件事 其实我也很期望 进入一个旧的建筑物的时候 我可以从它的建筑物本身 去知道它原本是怎么样 就是说它保育了之后 它是否改造 是完全你察觉不到 它原本是怎么样的 你会看到有些的保育项目 它会保育回以前的一些东西 在里面 有些它可能会拆得太多 就是我们会觉得它拆得过多 或者改变得过多 以致我们进入去 根本不知道它原本是怎么样 所以我通常会看这两件事 它有没有足够的资讯给我们 去看到它原本 就是关于这个建筑物 关于它的历史是怎么样 第二就是说 我们进入去之后 我们从那个建筑物 或者从那个空间 我们是否可以知道以前是怎么样 但是香港的保育项目 有一个很大的困难 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说 很多时候 有一个建筑物保育了之后 一开幕很多人都会很想去看 去拍照 看看它怎么样 但是就只会去一次 去完一次之后 你可能几年后才会再去 或者不会再去 所以究竟它里面 是要放一些什么东西 才会令到人去完又去 去完又去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其实对任何的 搞保育的人 是否要搞不同的展览 其实现在很多人会变成了餐饮呢 就是因为你是餐厅 你才会去完又去 我想这个是实际上的困难 徐教授你好 我想请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现在我发现很多街市 都有些干货去买的 那其实 买干货是不是不是 它原本的想法 还是因为 是不是因为 出了很低 所以它没办法 就要吸引干货去买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想请问一下 是 什么时候开始 室内街市 会多做熟食市场 现在发现街市也有熟食的 第一个问题 其实我也很想知道 因为我之前在港座都被人问过 同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时候开始 干货是放在街市里面 但是很遗憾 我也没有看到任何的资料 或者我还没有看到 资料有说 什么时候开始 干货是放进去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情况 我刚才那里有一个表 那表就是说了 1970年之后 政府就开始将一些 非街市用途的东西下去 在那个熟食中心 如果我看的资料 就应该由1978年 于湾街市开始有的 于湾街市开始 于湾街市开始 有熟食中心 有图书馆 还有游乐场 于湾街市之后 就是七八年之后 几乎每个街市都黏住熟食中心 这就是提到的 但是干货方面我也很想知道 干货方面我也很想知道 我想可以补充一点 我理解就是 因为现在政府 不知道是多少年前 基本上就是 将所有街边的坦档 都赶上街市里面 不准放在街边 清掉路面的坦档 那时候路面的坦档 有熟食市 有大牌档 有小贩 全部都不允许 一定要在街市里面 我想是政策改变了 所以令到那些街市设计 就要融纳这些行业 其实我也很坦白地跟大家说 就是我今次这个研究 是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在 那个缺陷就是 当我开始 我自己本身是做建筑士 当然我是关注街市的 历史和设计 但是当我做到后期 我就发现 其实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 就是说我们说街市 是没办法不讲小贩政策 就是因为街市本身的出现 就是为了杜绝小贩而起的 就是说英国人 1841年来到香港 他42年已经起中环街市 原因就是 他来到香港的时候 开始开马路 但是他发觉一开了马路 就很多小贩在那摆卖 就是开路来 但是路就很阻塞 而英国人会觉得 在街市买食物是很不卫生的一件事 所以他就开始建室内的街市 所以街市原本的出现 就是杜绝街上有市场 其实就是杜绝街上有市场 但是问题是 最奇怪 也是我研究的一个缺陷 就是 其实他由1842年 起中环街市之后 超过了一百年 他都解决不了小贩的问题 你想想我们小时候 多少小贩 就是超过了一百年 他都没有解决到小贩这个问题 就是说他不断建街市 不断建街市 都没有解决到小贩这个问题 这是我还未知道的事情 也是我认为 我后来才发现 这个研究 是不能够不提小贩的 但是为什么突然间 在某一个时候 好像现在 突然间小贩就没有了 这个是很奇怪的 百多年都解决不了 如何建街市 如何改良街市的设计 都解决不了 但是又好像突然间 在我们现在大过了之后 又没有了小贩 我想是 所以我相信 如果是一个完善一点的 关于香港市的一个研究 我们其实应该是 跟那个小贩的政策 是一起去谈 就是去看回 究竟那个小贩的政策 是经历过 一些什么事情 他什么时候开始 比如有小贩 变成有牌小贩 就是他有发牌制度 比如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登龙洲街市 其实呢 登龙洲街市 为什么会做一个 复合式的街市 就是要把小贩进去呢 就是你现在 今天你去到登龙洲街市 你看到外面全部都是排档的 就是围住整个街市 那些是有牌的小贩 就是为什么会出现 有牌小贩这件事 又什么时候开始 没有再发牌 就是这些 我相信 其实两样东西 应该要一起看 就是我事后 现在就会觉得 两样东西是应该要一起去看 太徐教授 想问一下街市 以一座建筑物来摆 这些 卖各类食品 这个概念 是不是一个西方的概念 就是 比如1841年 同期 中国其他城市 或者南方城市 那些卖 肉 卖菜 卖鱼 他們是否有一個集中的地方擺放 還是四散在城市不同的角落 請教你 中國,我剛才一開始就說 我們習慣在街市 因為我們習慣在街上買 是否全中國都是在街市買 我不敢這樣說 但譬如在香港我們會看到 因為以前在英國人來之前 其實人口是集中在新界的 那些村子那裏 所以他們有一個虛時的情況 譬如三日一虛 這些就是所謂的虛時 其實就是幾條村 選一個中間的位置 做一個市集 大家就拿這些農作物出來買 所以都是在街頭那裏進行的 我們看到在英國 或者是歐洲 或者是美國 它都有marketplace 就是它都有市集 我比較清楚 就是英國經歷過一個情況 有些類似我們現在香港見到的情況 就是它最初都是在marketplace 擺檔的 人們在街頭市集 而英國就是覺得 在街頭市集 不衛生 以及難管理 所以 英國就開始在室內的街市 去到它來香港 即是它佔領香港的時候 在英國基本上 它已經規定了 是要在室內街市擺賣的 所以你會看到 英國其實它有 剛才所說的一些單層街市 就是一些小的market house 亦都有一些我們叫market hall 就是很大型的 在英國有一些很大型的街市 都是幾層的 大型的街市 所以英國人他們已經有了這個習慣 就是把原本在室外擺賣的市場 搬回到室內 或者搬回到一個有蓋的地方 所以他們會將他們這個習慣 帶到香港那裡 即是他們認為這才是正當的 處理食物的方法 食物買賣的方法 剛才看到上海的情況 上海其實它又同樣出現 類似的情況 就是當上海在一個租界 共同租界 或者各自的租界那裡 都會看到那個情況 就是外國人來到 然後他建室內市場 他的做法也是類似香港的做法 就是先建一些單層開放式 就像一個停的街市 接著我們看到他建 market house 就是一個單層街市 接著慢慢又看到他建多層的街市 他似乎那個發展的步伐 挺像香港的 最近可以介紹大家 我最近都發現了 澳門出了 有些人都出了一本書 是說澳門那個街市的建築 我想都是有類似大家共同的過程 就是一些外國人 開始慢慢建有蓋 或者室內的街市 你好 徐教徒 我想問一下 我家裏做住九龍城街市 我想問九龍城街市 有多少年成立的呢 我自己的書 也有提過九龍城街市 但如果你現在突然這樣問 我就不能夠很記得 每一個街市成立的日期 但是九龍城街市 其實經歷了一個擴建的階段 就是剛才說的 就是戰後的時候 其實政府是開始 因為戰前 因為日漸期間 其實有很多街市破壞了 所以都建立了一個新的計劃 去重建一些街市 九龍城街市 當時也是在那個階段 曾經重建過 它採取了一些比較簡單的 單層的一些街市的建築模式 但是後來當然它也有一個 再有一個重建階段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市 我們現在看到的街市 或者市政大廈 其實它是經歷了很多代的重建 很多時候我們會看到 它都會在同一個位置 譬如中環街市 灣仔街市就搬到對面 其實它很多的街市都會在同一個位置 重建又重建 重建又重建 當然最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那塊地是屬於政府 在那裡再重建 就沒有了一些收樓的麻煩 收地收樓的麻煩 但同樣我也相信 因為那個位置 是最接近民居 它都是一個社區的中心位 它周圍都是很多的居民 所以它一直在同一個位置上 繼續下去 所以我覺得 研究街市是有這個有趣的地方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 建築物未必是很古舊 但是它在一個位置上 其實是很古舊的 各位來賓 今天的講座正式結束 很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